其實韓國瑜能不能開零食費 其實韓國瑜自己可能也不知道 周恩來一定有跟他建議說 這都不通 因為他那七號 大家臉書出來之後 整個民進黨就在討論說 這不能開零食費 什麼常會也討論 我六天也對不對 韓國瑜到我一定知道 一定知道 你要看 七號的事情 沒到最近 14 15到開始說 韓國瑜說我沒有要協商 照德利來說 韓國瑜如果七號聽到這個 他心裡說要把割回給傅君子說 小副啊 這個不能搞 這個臨時會不能這樣開 你們看要怎麼樣轉一下 還是怎麼樣 這個沒辦法朝野協商 韓國瑜都沒說話 拖一個禮拜過年 整個過年之後 你敢不敢割一張回給傅君子說 叫麥克鞋 所以這一把就看得出 傅君子跟韓國瑜溝通的橋樑 我覺得這個有一點狀況 不然照德利韓國瑜 還是叫周恩來靠傅君子說 這樣不行 院長說這樣不好 怎麼樣怎麼樣 這事情可能就沒有了 只是過完年就不會有這個提案 才不會出現開臨時會還是臨時開會 這樣的一個課題 所以這一個事情整個看起來 就是傅君子失算了 他沒有把每一步想好謀定而後動 你看他說他出來道歉的時候 給孟凱民衆多難看 我們想說照規定懲署 我們想要懲署給孟凱 你知道嗎 你說給孟凱民衆的臉有沒有 所以傅君子你看嗎 本來要當老大 結果棒了 砸破鍋了以後 現在我告訴你 更可怕的是什麼 這些小雞啊 你看新科的這些立委啊 包括這個等於說葉雲之這些人啊 本來都不想得罪對不對 他們也會見鋒轉舵 為什麼 會看如果傅君子一二再再二三吐嘴 然後現在立法院的老大又是韓國瑜 我跟你講 韓國瑜絕對不會當一個 沒有聲音的立法院長 不會 他絕對跟傅君子奪權 所以當傅君子被奪權了以後 立法院的整個權品被奪了以後 那傅君子這個總召不好意思 你本來要的那個屠龍刀 以天見 就GG了 這個傅君其實是衝衝衝嘛 那麼先衝說我要開零食會 我要提早開 然後這個大家就說開工之後 算來算去沒幾天啊 最多就是拜登開了嘛 結果呢 韓國瑜一招擋下了零食會 林卓水說了 白蘭兩大黨 這麼多法政博士立委一堆 全部被韓國瑜打得乖乖乖 他說以後不能叫韓國瑜炒包了 要叫他什麼呢 要叫他是建制菁英 守護憲法的第一把手 好再來看看 禮拜六的時候 陳建仁率領這個行政院團隊 來到立法院一一的拜會 拜會到這個國民黨黨團的時候 傅君子跟頂 以天見就死出來了 他說你們 閣員過去太囂張 好希望以後到立法院 能夠互相尊重 欸 陳建仁實情到有閣員太囂張啊 你活在什麼時候啊 然後傅君子這個標題寫道歉了 我們認為很不精準啊 臨時會是黨團人員物質的 所以要規定懲處 然後又說民進黨抓到語病 健烈欣喜 擾亂社會又是民進黨的錯 瑞德哥你怎麼看 傅君子是要平衡幫你說 推給黨工 是黨工弄錯了 臨時會三個字 是黨工弄錯了 要懲處 要益處就對了 這麼天大地大的事情 而且2月開始 2月1號開始報導新會籍 大家都在看 看中國國民黨 重新回到立法院第一大黨以後 會怎麼做 結果沒想到傅君子 吃筋都打碗 把自己的飯碗給砸鍋了 那麼我們要仔細看就是說 傅君子是拿食安 就拿台中的這個瘦肉精事件 然後跟之前的這個所謂的 雞進口巴西雞蛋這個事件 本來照理來說 那麼這個東西不是不能談 但問題是這個事情有那麼重要嗎 非得在這個已經講好了 三黨隊已經協商好 2月20號以前 非得這樣子叫陳建仁來報告嗎 所以你缺乏正當性 第二你缺乏對中華民國憲法 跟立法院議事規則的基本常識 你竟然沒有嘛 因為那麼沒有臨時會這回事 第三你自己身為總召 臨時會三個已經撞出來對不對 你現在去撞給一個黨工 說要益處黨工就對了 所以可見那麼傅昆奇他當這個 之前當這個親民黨的總召 離今太遠太遠太遠了 好 在這些事情裡面呢 事實上得分的人是誰 各位不要小看 從出江湖的這個韓國瑜 韓國瑜他在這個552萬票 在2020年總統代表輸 最後那麼93萬9090票票 被高雄市民罷免 沉潛了三年 我們都以為他沒有野心了 沒想到他被不分區統合國民黨 提名了以後 第一名提名以後 他竟然為了要爭立法院長這個位置 他輔選了100多場 他認真輔選了100多場 我們說過去那幾年的 2018年2019年的 那個韓粉教主回來了 回來了以後 本來想說大家要看好戲 在樹上爬樹的 然後用膝蓋走路的韓國瑜 如果這樣的話變成笑話 沒想到韓國瑜 那麼在傅昆奇 硬是用強勢總召 硬是要號令整個國民黨的 黨團的情況之下 我告訴你 現在最尷尬的是誰 是包括這個等於說 洪孟凱這些人 因為洪孟凱那些人 本來都是跟著傅昆奇的 結果現在沒想到屁股這樣 洪孟凱在左右為人 都不知道怎麼說 你知道影響有多大嗎 那麼現在韓國瑜 已經經過今天這些事情 成為立法院 在國民黨的立法院 真正的霸主 老大是他 他現在已經把傅昆奇 踩在腳下了 我的院長可不是你傅昆奇讓的 不是馬上要到花齡去 三天兩夜這個自由 不是 叫做自強活動對不對 我告訴你 賴士堡已經說不去了 為什麼 賴士堡有更重要 要小過年回家 因為我是長子 所以我要回家過年 這個提出來 你能說什麼樣呢 賴士堡開第一槍 歪掉對不對 歪掉 因為你說 需要這個什麼黨團什麼年輕人多 那你叫年輕人去就好了嘛 我在資深 我幾年罢 差一點跟你拼那個總召的人嘛 那麼這些你就知道 傅昆奇 賴士堡許 不好意思說 連臨時開會還是臨時會都搞不懂 還跟我搶這個總召的位置 臨時會 這個王韻山最喜歡講的 臨時來開會跟臨時會差這麼多 你知道嗎 你連這個都搞不清楚了 你還說什麼 意思規則說一大堆嘛 所以這一次傅昆奇虧大了 我告訴你 那麼劍縫插政 當然這個時候民進動的來啊 民進黨的立委呢 洪森漢就說 至少這件事情有正面的意義 證明了韓國瑜不是草包 你知道嗎 不是草包 不是草包 那誰是草包呢 所以 你看我們林卓水太檢 號稱什麼 法學大師是不是 但是我記得他號稱法學大師 沒錯 不是法學 理論大師 理論大師 都說我們草包已經變了 劍制精英 不得了啊 幫韓國瑜洗刷了 這三年真的有讀書啊 幫韓國瑜洗刷了 這個草包的壽命啊 所以傅昆齊你看嘛 本來要當老大 結果砸破鍋了以後呢 現在我告訴你 更可怕的是什麼 這些小雞啊 你看在新科的這些立委啊 包括這個等於說葉雲之這些人啊 本來都不想得罪對不對 他們也會見風轉舵 為什麼呢 會看如果傅昆齊一二再再二三吐槍 然後呢 現在立法院的老大又是韓國瑜 我跟你講 韓國瑜絕對不會當一個沒有聲音的 立法院長 不會 他絕對跟傅昆齊奪權 所以當傅昆齊被奪權了以後 立法院的整個權品被奪了以後 那傅昆齊這個總召 不好意思 你本來要的那個屠龍刀 以天見就GG了 對 你看喔 這個 這一攤這個完敗之後有沒有 現在開始就有人講 我愛去什麼贏喔 我愛去喔 就開始 哎呦 大家驚得很 昨天益川兄估計 這個立法院的黨團群組裡面 會再另外開一個沒有傅昆齊的結束 你今天認為事情還會怎麼發展 這台應該就是傅昆齊 路太鄉了 真正的老大 不在出面的 真正的老大 年輕人在玩家就他們自己玩家嘛 到時候是大出來敲 要當總召就要有總召的樣子 你很少看到柯建民出來開記者會 都是黨團的幹事長 書記長 這種出來開就好 可是大家要敲台事要去找那個總召 因為那個總召是他在決定的 所以傅昆齊這一次 他想要掌握這種主導權 可是他操之過激 自己站到地線 我們看到開林時會這幾個字 是在他的臉書貼的 就是說他自己發佈的 教導你這個鋒夢說就好 大家想說鋒夢說是什麼意思 後面大的是傅昆齊 傅昆齊叫鋒夢去用 可是當傅昆齊自己跳出來以後 這團如果沒有過關 傅昆齊自然自己就受傷了 那傅昆齊他心裡應該想說 這韓國瑜拜託的院長 我們自己國民黨的 我把它放下去 韓國瑜一定會倒消停的嘛 半路殺出周圍來跟他說這不通 其實韓國瑜能不能開林時會 其實韓國瑜自己考慮也不知道 他知道啦 韓國瑜不知道 不是啦 我是說他一開始也不知道 就是說周圍來一定會跟他建議說 這都不通 因為那他的7號 到這個臉書出來之後 整個民進黨都在討論說 這不能開林時會什麼常會 也討論 幾六天嘛對不對 韓國瑜到我一定知道 他一定知道 你要看 7號的事情 無到最近 14 15到開始說 韓國瑜說我沒有要協商 照德力來說 韓國瑜如果7號聽到這個 他心裡不是說要把他建議給傅君祺說 小富啊 這個不能搞啊 這個臨時會不能這樣開啊 你們看要怎麼樣轉一下還是怎麼樣 這個沒辦法朝野協商 韓國瑜都沒說話 拖 拖要一個禮拜過年 整個過年之後 你敢沒辦法建議給傅君祺說 所以這一把就看得出傅君祺跟韓國瑜 這個溝通的橋樑 我覺得這個有一點狀況 不然照德力韓國瑜 還是叫祖萬來靠傅君祺說 這這樣不行 院長說這樣不好 怎麼辦怎麼辦 這事情可能就沒有了 只是過完年就不會有這個提案嘛 才不會出現開臨時會還是臨時開會 這樣的一個課題 所以這一個事情整個看起來就是傅君祺失算 他沒有把每一步想好謀定而後動 你看他出來道歉的時候 給孟楺民選擇多難看 我們想說 照規定懲處 我們想要懲處給孟楺 你知道嗎 你說給孟楺那個臨時有沒有 這些人是應該懲處啊 所有當國立法委員主張在會期內開臨時會 通常要懲處 那幾個臨時有嗎 沒有 根本是所有的人都有簽名 全豆花 這是莫名其妙的幾點 連記者也都知道 不是 他們連賴士寶都簽名 賴士寶今天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 他怎麼講 他說沒辦法 因為黨團叫我們簽 為了黨團和諧 至少簽下去 對 他就是這樣講 就是這樣講下去 如果像這個我剛剛講就是說 如果這一場不是傅君祺站在第一線 這個時候傅君祺出來開記者會 讓孟楺 林思敏都坐在旁邊 傅君祺就大碗了 在那中文明天 我以為您罷了 是 我的人 是